屁客大叔 我現在先來活好你 屁客 我現在先來活好你 你連取名字都不會 我為了認識你去Google Google到一堆養育片 那屁紅秀圈 沒有學長學弟 但是說到不紅 你真的是我們的大前輩 你跟我們一起比賽好笑根本不公平 因為你長得就比我們好帥 你主持過很多節目 結果被說有大頭症 那是因為你選錯公關啊 如果我幫你當公關 只要把你褲子脫下來 就能證明你沒有大頭症 你是下一個曾博恩 你是下一個曾博恩 這句話一直有你心一直有你悲 令人開心的是這句話很正向 令人難過的是 平客你當真了 各位 Berdy你知道他是何許人也嗎 他是江湖無南市 台北電影節的最佳編劇 而且又是我們大前輩講脫口秀的 又是一個魔術師 又會 講嘻哈 唱嘻哈這樣 Berdy啊 你如果其中一樣做得好一點 我就不用介紹你那麼累 而且 一人分視多角 每個都配角 他不再那麼多講一點 而且我真的 他的電影 帶我去月球啊 江湖無南市 我特別去認真研究他的電影 我後來知道他為什麼叫Berdy 因為他的Berdy的B 原來是B騎騙的B啊 就是低成本 第一次做的商業電影 嗯嗯嗯嗯 然後就沒感覺 然後 但是我看到你本人 好啦 其實蠻可愛的齁 他的本名叫做黃伯定 你只要改名叫黃伯定 在電影圈就會更紅了 那些齁 我的阿拉斯 在哪裡 到底齁這個 我今天宣布Buddy錄耶 他沒有來 那我講 大家知道嗎 他這麼有名的電影編劇喔 他的這個腳本喔 他被導演改來改去 大排演員改來改去 都是很正常的 不正常的 是後面啊 連靈眼都可以改他的腳本 他做編劇說實在話 他做到真的很想自殺 我很想勸他說 千萬不要想不開啊 兵劇通常都是瀆死的 來不及自殺 好快喔好快喔 不要以為我都老梗喔 OK 還有 Buddy是 大標的好朋友對不對 對 大標說啊 Buddy在白奏之夜 表演嘻哈 非常的熱鬧 現場觀眾很激烈很精彩 對不對 我想也對 觀眾看完Buddy的表演 他的確 整晚被白白做了一夜 哈哈哈哈 白白做之夜 所以這個名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完了 那 他今天沒來 說什麼也要 好不好 讓我進去 哈哈哈哈 對不對人家沒有來 那 OK 好 你有想過 你可能會輸給一半影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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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從你 但是我有良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今天沒有投票車 不過我們就先騎 大概不是 對於剛剛 欸 不是Burdy啊 品特啦 還是不是記者好像那一個 哈哈哈哈 我覺得結果太明顯了 結果已經非常明顯了 結果已經非常明顯了 但是呢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要給品科大叔 一個肯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知道 有些笑話 我們不 沒有辦法講出來 哈哈 有種白昼之夜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都不都還 還會顧自己的面子 你敢講 我就敢投給你 我投給 品科大叔 好那 Igo呢 有什麼話想說 不是我 我就想問一個 就是 你來台上然後拿 拿這個 假酒瓶 我到底要怎樣 噢 噢 你說你知道 拿酒瓶 要砸自己的嗎 噢 我必須得說你剛剛那一砸 是你剛剛 以來最完美的一個演出 噢 我必須得說 很多人說 品科表演很油條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忘記了 品科真的是我這一行的大前輩 所以再怎麼說 他也是一個老牛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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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以相信 真的難以相信 沒有辦法整個把票投給你 因為 我真的不甘願 沒有辦法 我們請 壞哥講幾句話 就是大家就知道嘛 他就是 整個比較老 怎麼講的東西比較老 可是其實 其實大家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投給他一塊 如果朋友票的話 投給他 因為他其實 他是 他的服裝 包括他的一些行為 包括他的看白做這些什麼 他是 很努力想要追上年輕人的東西 對不對 他的心態是很年輕的 他的心態是很年輕的 他們運動 他把他身體也保持得很年輕 所以他品科大叔這個名字 是我們看過他奶頭之後 幫他取的 他就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我沒有說 他就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那一跳 我投給我自己 他好讓我們 恭喜 這個數位沒辦法 恭喜 你不要再算 他就不得了 耶 好 好 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